民间俗语太多了,红配绿真俗气,红配绿丑到头,总之,多数情况下,红色和绿色的搭配,给人一种土掉渣的感觉,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,红配绿真的就不能时尚了吗? 一提到红配绿可定,紧接着就是赛狗屁的亲们,先别急着下结论,其实这才是体现high fashion的配色,红配绿最经典例子,就是张欣宇穿大红大绿的绣花礼服,出现在红地毯上,被网友戏称批了床东北大棉被去走秀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造型引发网友万先的关注,国内时尚也对红配绿的搭配进行了讨论,所以针对张欣宇来说,虽然被人臭骂了一顿,但不得不说他获得的关注是在倍增,简单说就是赚到了,值得。 自从张欣宇一身东北红配绿亮相嘎那红毯后,明星们多年积攒的对红配绿的仇恨,似乎也都一泄千里,这部,看看这些流量小花,来为你演绎什么,才叫红配绿的时尚吧。 赵丽颖一身大红大绿的搭配,深微的裁剪方式,放在国外的街头背景上,真的是好看,赵丽颖虽不是脸最惊艳的,但是她与衣服的气质深深契合,给人一种老家隔壁小姐姐的感觉,亲和力满分,华丽加喜庆的红衫绿裤基本造型,真的如年画里的娃娃那么可爱。 拱丽作为国内外最知名的女星,她的时尚品位,更是毋庸置疑的了,在各大红毯上,都是众人的焦点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,不少西方人说起中国,都知道三样东西,天安门,长城,还有拱丽,拱丽的大幅照片出现在巴黎街头的橱窗里,她是西方人眼中最美的东方女性, 你看她这一身,谁敢说她俗气吗? 杨幂一身棉袄装更是时尚先锋,大多数明星都在穿都在晒的爆款,不足以凸显大秘密带货女王的称号,真正被杨幂穿火了的一些单品,才是你需要特别关注的。 即使大花袄包裹满身,依然穿出了自己的风格,感觉这件衣服一上架,也必将是鸟杀吧,真的好看极了。 迪丽热巴那扎眼窝很深,看起来特别有抑郁风情,大眼睛,高鼻梁,长长的睫毛,浓浓的眉毛,抑郁风情很让人夺目,但就是这样的气质,穿起大红大绿的服饰,却更加冷艳凝丽,给人干练大方的感觉。 大花袄一直都是时尚界的试金石,进展女神范儿,能驾驭这么好圈圈也是佩服。 还有海青,霸气部,不得不说,红配绿好不好看,真正。